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家人年事已高 决定回乡帮忙 两个人把事业归零 一起开餐厅 做盒菜 生意不见其色 换板刀 再换快炒 不断地尝试 从没放弃 然而当继续都烧光了 兄弟间争吵不断 想放弃了 突然想起阿公的话 又继续见识 也从中获得灵感 钻研古早味 而尽管门口罗雀 转换先进 刚好有空闲 去上课庆修 学行销 学装潢 什么都学 厨艺也不断地提升 再结合异国料理手法 卖起创意农家菜 多年来 失败累积经验 累积成为养分 终于苦尽甘来 打开知名度 更荣获百大楼殿 滑布灯市 茅草屋顶 一旁的老橱柜 摆满餐具碗盘 木造大门和红砖墙打造的三合院 走进屋里 映入眼帘的那份怀旧感 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 回到传统农业时代 这边以前就是我们状围乡的旧粮仓 那我们就以它旧粮仓为主题 做我们农家的一个概念 因为我们从小也是务农人家的小朋友 就把以前小时候的记忆跟回忆 做一个妇科 那以前的照咖 阿嬷的照仔就长这样 以前没有瓦斯炉 全部都装烧彩 旧粮仓摇身一变 成了妇科古早味的主题餐厅 林家兄弟党为了拼凑童年的儿时回忆 仔细寻找脑海中渐渐模糊的那份思念 甚至把传承好几代的古董传家宝 运过来装饰布置 我们这个摇椅就是从小做到大的 我从小做到大 那传承给我的小孩 我女儿 我儿子也都是做这个摇椅 那旁边这个木箱就木箱 就是阿祖跟阿嬷的嫁妆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红垢 这就是以前阿公他在种稻米的时候 他的一个稻米的分类机 因为我们比较怀旧手旧 那也比较会QBO 所以东西都没有丢 我们都会把它留着 这样的用心巧思 总吸引异国游客来场文化体验 一道道农家菜 结合创意改良的怀旧料理 用过去和现代碰撞出新火花 宜兰常见的樱桃鸭 搭配古早味的手工糖丝 自制排骨 结合在地红禄酒 做出不同风味 丰盛菜肴里 蕴藏宜兰在地风情 更是体现农家人 心情耕作后 简单朴实的一种生活态度 小时候各方就是像杂贵这样 就是一些中午盛菜 然后下午当点心 对给一些来帮忙 各道子的邻居 给他们吃 传统那种做法去做的话 基本上会比较油 然后我们必须要 我们自己去改良 对我们自己结合 像有点有概念是来自于 像那个韩式锅巴饭一样 对 多增加一味 增加 多增加一个口感 将喜欢的韩式口味 和割道饭做结合 炒出创新滋味 在自己自足的农业时代里 几样蔬菜和米饭 就是幸福满足的代表 这样的奢华组合 并不是家家户户都能品尝 结渐成了农家人 爱物习物的好习惯 所有食材无尽其用 一点都不浪费 阿嬷以前他们是在锅子里面煮饭 以前家里没有瓦斯罗 就是用柴烧的 然后就是都煮一煮饭捞起来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 都会有那个米汤 米汤 然后阿嬷他们以前比较省 这个好像可以来吃 可以来做一道料理 每道料理没有既定公式 凭着天马行空的自由发挥 透过研究和测试来实践 要做出与众不同的口味 好功废食是基本条件 仔细找出每个失败的小细节 修正再调整 小火慢熬八个小时 只为了经典重现阿嬷的滋味 把它所有的米饭 把它熬至到都化开 对 要不然你如果有米粒的话 就有点像粥 所以相对的时间会比较耗时 然后你还不停地搅拌 因为你只要要稍微没有留意火太大 如果你没去搅拌它的话 它底下因为它开始浮开了 它底下就会烧焦 为了端上桌的每道菜都能深深落下印象 就连摆盘装饰也不能马虎 从熬糖拉丝一圈一圈绕出华丽轮廓 看似简单的步骤 都是靠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才换来的美好结果 这个要有加那个 一般的砂糖跟那个麦芽 对 有点像是那个钢筋水泥的概念 这样才拉起来会比较好拉 你要煮到糖熟 因为你水分太多拉不起来 水分太少过煮过头的话 它就会焦化 吃起来就会苦苦的 在外面市面上大家是把它拉大 比较大的 而且会比较一定要现拉 然后经过我们的改良 是可以把它制作起来 对 制作起来 然后可以放 对 口感上也会跟外面的 比较不太一样 林家兄弟两个酒岗位 一个主内 一个主外 各个林哲宇负责外厂服务 弟弟林哲熙就在厨房掌控出餐 两人原本离开家乡 在外发展 各自前往不同道路 学习历练 洗手创业 开餐厅 一切都在意料之外 我从大学毕业之后 基本上都是跟着爸爸做生意 然后学习一些做生意的模式 方式 还有做那些古早糖果的方法 我想说想要自己试试看 独立 不可以永远领他的薪水 那爸爸这方面也支持 所以我当兵结束之后 我就跟我太太到台北的三峡 三峡老街那边租了一个店面 成家立业后 林哲宇将父亲传承的制糖手艺 带到台北发阳光大 做麦芽饼 糖葫芦 卖起古早味糖果饼干和传统玩具 只是老街上竞争激烈 生意没有起色 离乡背景 无法究竟照顾父母 担忧的一颗心始终是放不下 总有一天得回到宜蘭家乡生活 那刚好弟弟那时候 也是都在台北工作 然后他在台北已经学到了 一定的程度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有一个共识说 那不然我们回到家乡 因为在外面飘久了 就觉得说想回来宜蘭试试看 回来宜蘭从来看看 就看自己可不可以独当一面 兄弟俩一开始想得很简单 餐厅经营没有固定方向 只要有厨艺功力 能烧出一手好菜 就不怕没有上门的客人 无论是热炒小吃 还是婚宴半桌 从小家庭到承包游览团体课 什么都做 什么都卖 没想到这样的规划 得到的却是印象模糊的反效果 那时候宜蘭很流行创意料理 盘子都很大大的 东西少少的 或花样很多那一种的 我们那时候资金有限 也没办法做到那样 变成做得像是不像 客人也没有记忆一点 那时候脸书网络 那时候开始在起来的时候 大家已经不再是用传统的方式 来去早点吃饭了 几年下来的等待 并没有迎来生意人潮 反倒是烧光了兄弟俩 辛苦攒下的积蓄 餐厅营运走向低潮 兄弟俩的情感也瞬间降温 我希望给客人带到一种视觉的感受 那弟弟他的顾虑是 我要维持我的品质 我出餐速度也要维持 我不能因为梦想 然后去卡到我们所有上菜的流程 制作的方便性 还有食材成本的高低 这些都要考量在内 所以梦想与理想跟实际 就会有一些磨合跟碰撞 不断的争吵和碰撞 加上现实生活的压力 挫折和放弃的念头 在脑海中重复毁荡 直到疼爱他们的爷爷 离开人世 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他们重新自我反省 他在临走前 还跟我们说 他想要再来吃 他要再来 他想要来我们的店再吃饭 求好心切的情况下 往往忽略了初衷 兄弟俩下顶决心 再给自己一次努力的机会 不仅是为了做出一番成绩 也是对爷爷的一份承诺 他们收起情绪和争执 调整脚步再出发 那时候走投无路了 然后刚好碰到我们宜兰 县政府 他有一些创业的辅导 有做会计 有做行销 视觉 装潢 设计 很多种课程 接受他们的辅导 然后就 才有了这个一个 现代新时代 行销的这个观念 因为我是爷爷奶奶 带大的 然后用那种方式 来做一个呈现 然后去做我们自己擅长的 而不是一味的模仿 然后我们用我们擅长的 再去做改变 虽然赔了不少时间和金钱 兄弟俩集思广益 用经验所学 结合在地特色 打造出怀旧创意的新风格 这样的改变 不仅扭转了危机 甚至还获得宜兰县政府 十大好识的肯定 我在那边就学到很多 比较有更有效率的方法 也认识比较 看比较多新的菜色 然后回来再结合我们宜兰的那种精神 结合在地食材 将好滋味分享给更多人 家里的菜员立刻采收新鲜直送 退休的林爸爸总是在身后默默陪伴 这一片农地都是他亲自照顾整理 也是对孩子们的一片心意 创业还是要先有基础才能创业 就是有学到一技之长才能创业 才不会被疏忽 里面员工刁难这样子 对 还是要去外面先走一走看一看 看看人家怎么经营 人家的方针怎么样 我看得很开 我就是把他三天以后就交给他们了 我就不管了 但是一定会的 就是说不想管太多了 给他们自己负责了 传统古味结合新世代 制造更多美好回忆 屋里的每个角落 有着三代人浓浓的情感 用坚毅不拔的农家精神 走出不一样的风景 简单朴实 却很温暖 坚强所致 今时未开 再来看这位爸爸也有坚强意念 也是因为阿公 创临起人生新希望 因为想到阿公以前做的古早味 收掉原本的豆花店 改卖台湾小吃 仅凭着记忆 慢慢不磕阿公的秘方 尽管烹调过程 反复又费工 他迈着性子 按部就班 让小时候吃的古早味 一道道重现 就希望把它传承下来 不让它消失 其实背后也还藏有洋葱 为了愁错女儿一样 被小小年纪就罹患血癌 老爸一度很自责 但也很坚强地面对 抱持乐观态度 相信好事会发生 要滚一下 我们看的火就要转点水 小火慢炖这样 我就差不多炖50分钟 琥珀色泽的猪五花 在卤锅中自已翻腾 空气中弥漫甜甜香气 用闻的就让人食指大动 滚了之后半角均匀 滷起来那个肉啊 就会色香味俱全 这道古早味料理 台湾人肯定不陌生 但大街小巷里的平民美食 要让人魂牵梦营 老板大清早就得开始张罗 我她在家里面 就来自贝拉的肉 她在这里 她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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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量比较大 所以说就跟老板指定一些 前脚后脚 五花肉 我们这个都用当地的黑猪肉 因为黑猪肉质比较好一点 選用溫體豬才能呈現 軟嫩多汁口感 老闆吳敬騰為了新鮮 少不了要天天在市場穿梭 來 新鮮 來 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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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辛苦一點 每天出來挑 當天的菜 是這樣 食材挑選毫不馬虎 新鮮只是基本原則 工序 才是古早味的消鮮關鍵 我們現在就要來炒糖色 先放冰糖 我為了增加它的口感跟色質 會加一點麥芽糖 讓肉更漂亮 吃起來口感更好 這個一定要顧好 一不小心就會燒焦 所以炒糖的時候很費工 要非常的小心 要還原古早味 就用最土法煉鋼的方式 光是這第一個步驟 老闆的雙手就不曾停下 日復一日的粗重活 形成職業傷害 常常打了止痛針 轉身又回到店裡頭 繼續直起鍋鏟 現在很少人 會遵循古法來製作這個東西 食品這行業要有道德良心 要把食材做好 遵循以前的人製作 才叫做古早味 即便辛苦 每道工法也絕不從見 吳敬騰承喜阿公的好手藝 做起古早未來有模有樣 但與其說是傳承 其實更多的是誤打誤撞 之前在台北大橋頭賣豆花 經過三年的疫情沒賺錢 後來慢慢好起來的時候 我第二個女兒得了血癌 白血病 當初那些的設備 全部頂浪給別人 你要重新買也沒那個錢 又想到以前阿公有做古早味的東西 我們就說這個成本會比較低 壓力會比較少 我們做下去成功率也會比較高 也多一個回憶跟記憶這樣 二女兒童童年僅十歲就罹患血癌 對一家人來說無疑是沉痛的打擊 吳敬騰收起了自己最愛的豆花事業 與妻子全心照顧女兒 因為孩子能平安健康 就是他們最大的期盼 他講到血癌兩個字 我就整個都突然 因為通常聽到癌 癌就覺得快死掉了怎麼辦怎麼辦 就整個心情就很亂很無力 就眼淚就有點掉下來這樣 對啊 很捨不得 像他也是滿勇敢 他可能是說不要讓我們擔心 也表現得滿堅強 不過他就是 越堅強啊 就是我每次你越難過 這樣 孩子的堅強做爸爸的 滿眼都是心疼 老天給的巨大考驗 讓吳錦騰不得不以前扛下 經濟重擔 但他沒有為了養家糊口 而便宜心事 既然要做就得做出特色 才能征服韜客味蕾 我們現在 這個蒜頭和薑都處理好了 我們現在要來爆香 這些香辛料炒香啊 等一下滷的那個肉會更香一點 有去腥的功能在 再來放鹹茶 這裡要滷豆油 再滷一根米酒 這個就是我們 阿公祖傳的獨家那個秘方仔 一二十種的那個中藥材在裡面 大概有大肥小肥嘛 那個香葉 花椒 等等一些中藥材 滷這些香味都出來 我們可以準備滷肉 鹹香撲鼻的滷汁在鍋裡沸騰 實際成熟 再放入裹著焦糖外溢的五花肉 小火慢燉上五十分鐘 色香味俱全的控肉飯 就能上桌 我現在要來炸油蔥酥 那個油不能太熱 我在炸當中 我們要時常的在那邊攪拌 因為我們蒜酥 蒜酥比較容易黏底 火也不能開太大 開太大那個油溫太高 那個整個會焦掉苦掉 滾燙油鍋內蒜末紅蔥頭 炸得滋滋作響 古早味裡的經典配角 吳敬騰堅持不假他人之手 純手工 吳添加 是他對料理的堅持 既然選擇做這個行業 就是要把它做好 因為現在市面上的食安問題 也滿嚴重的 我們要親手做 才會比較安心一點 盡量把這個古早的味道 讓他繼續傳承下去 不要讓他失傳 現在我要加入自己的 那個阿公傳下來的那個 秘方 炒麵 炒米粉 油飯 還有湯 都要靠這一鍋 那個秘方有下去調製 所以這一鍋 算是裡面的靈魂 這顏色差不多 我要撈起來 金黃油蔥酥起鍋後 鍋裡的熱油加入祖傳秘方 就能華麗變身 所有料理 只要澆上一勺秘方油 口感立馬多了幾分層次 小時候的滋味 吳添騰費盡心思還原 而這道女兒最愛的油飯 更得細心打造 現在蒸油飯 那個糯米之前 我有一個動作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要燙米 讓它平均收熱 等於要蒸的時候 整個Q度 還有那個熟度會很平均 燙過的糯米在蒸之前 還得在上頭打上氣孔 為的是讓熱氣循環 糯米才能均勻受熱 油飯吃進口中 才會Q彈有盡 爆炒這個是要有工序的 我剛開始就是先爆炒香菇 香菇的味道出來 我就會放蝦米下去一起炒 接著將出鍋的糯米倒入 撒上油蔥酥後 吳景彭戴起了兩層手套 化身鐵砂掌 直接下鍋翻角 這溫度蠻高的 有時候常常在製作當中 手會燙到 因為用手拌有個好處 就是會比較均勻一點 我女兒超愛吃我 親手做的這個油飯 我們自己做的東西 也比較放心 因為我女兒生這個病 不能亂吃東西 最主要還是有爸爸的愛心在 象徵女兒 用心做出來的美味料理 吃進嘴裡 每一口都有著濃濃溫情 但孩子小小年紀 就要忍受治療之苦 做父親的總會天長寡度 每個禮拜要去化療一次 一個月要去住院一次 他也表現得蠻堅強的 打針幹嘛 他都不會哭不會鬧 對啊就是很勇敢 讓那個護士姊姊這樣去扎針 就是越堅強 好像我們越對不起他 就是說沒有把他照顧好這樣 對啊我們就蠻自責的 越是自責 越不能被情緒打倒 選擇以古早味 被東山再起籌措醫療費 一個人從那一場忙到了外場 一雙手停不下來 更不敢喊淚 爆香完啊 我們就可以開始下麵茶 這大麵茶啊 我看都很多人在做 不過失敗也很多 剛開始做的時候啊 在研究這個倒料很多耶 垃圾車可能一半的廚餘桶 都是我們的東西 不行就倒 不行就倒 不要讓客人吃到不好 並吃從一而終的態度 嫌過得了自己這關 才能賣給客人 吳錦騰說該丟的就丟 不能心存僥倖 小店得經營得好 才能看見曙光 畢竟那醫療費真的一次就滿龐大 金額有點受不了 健保藥沒有效的時候 用標靶的時候 又要用自己的藥 那個房子也拿去賣掉 還要拿去代管這樣 想盡辦法也要把它救起來這樣 為了寶貝女兒 吳錦騰說什麼也不能倒下 好在身為一家之主的他 並沒有怨天尤人 始終堅信 人生會迎來轉機 就是說一定要撐住啊 每天就是很正面的想說 要快樂去做這件事 我相信老天不會對我們不保 一定會好起來 就自己告誡自己 一定會好起來 麥奇古早味是時事所趨 卻也在其中找到傳承的意義 吳錦騰反噬竭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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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后继续看另一个故事 原本以为想说开个店 就这样子嘛 简单吵吵就好嘛 结果不对 对啊 前置工作就很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 我甚至于我的亲戚啊 都会说 还有来山上开店 鸟不生蛋的地方会有客人吗 最重要是自己兴趣啦 有兴趣的话 你做什么你都会爱 在被指为鸟不生蛋山里开餐厅 厨师还是家庭主妇 哪来的底气呢 其实原本也只有卖卤味 现在是到底客家料理 所有酱料都是自己盐子 承袭上一袋手艺 再加上自己一点创意 朴实的家常菜 却吸引不少逃客前来 也让偏远山区变得热闹 而这一切都误打误撞 当初回乡是为了照顾公公 想补贴家用 做起小生意 竟闯出一番成就 开业超过三十年 一身好手艺也交到女儿 希望把老味的传钱下去 雨水滴滴答答 打破宁静山林 古色古香的老屋 传来阵阵响亮声 揭开一天的序幕 来 我怕会这样太满哦 热腾腾的菜肴一端上桌 大火就等不及夹尽玩力 在人烟稀少的新竹山里 竟然能吸引许多韬客上门 就为了一场罗玉凤的拿手菜 既然都已经在乡下了 就不要做跟外面一样的 就想说 因为我也是家庭主妇 来做一个类似家庭方式的菜 沿用妈妈的以前的食材 自己再加一点创意这样子 像是清爽的老萝卜鸡汤 还有下饭的红椒炒猪肉 都是经典客家菜 成就这间店的关键 是来自一份爱家人的心 竹林朋友种的有机蔬菜 高山碗豆苗 碗豆苗专门吃的碗豆苗 因为朋友它是季节性的啦 一片片仔细挑选 这些事前备料工作 是三十年来的例行公事 即使工作不掉忙碌 但却没有一丝怠慢 其实我们一早还蛮忙的 像先生四点多 他就要先去采买 你要是先弄好的话 就不会一边煮一边 一边再准备的话 那一道菜也没有办法 所以很快速的出来 这样的生活节奏 是罗玉凤从没想过的 当初一家人为了照顾公公 从都市搬回乡下 身为家庭主妇的他 打算开小吃店来维持佳绩 结果却越做越有心得 原本以为想说 开个店就这样子嘛 简单炒炒就好嘛 结果不对 前置工作就很多了 那一方面客人也在说 你要不要加一点菜 单单只吃面跟卤味很单调 所以他就说 建议我说炒个几个菜 拿出不服术的决心 开店初期不但考厨师证兆 向人请教开店技巧 甚至跟长辈学做客家腌制 我们客家人就是会做一些 这个酱料来当 像配早餐啊 或做菜做汤这样子嘛 那这一个就是 以前我们客家人 几乎都会做这一道菜 燕子的制作过程繁琐 但对他来说是家的记忆 也是身为客家人的骄傲 更把这份情感放进每道料理 虽然流程知道 但是你以前是没有实际做 然后来爸爸就带着我做 像红糟也是啊 那也是 我虽然是客家人啊 但是这些比较深藏不漏的那些 还是比较没有去写 那就是跟妈妈一起写 又是从头这样子 慢慢慢慢 也是有失败过啦 这些历经岁月的老味道 罗玉凤非常珍惜 也把一生绝活传给女儿 手把手的教学奠定真后功力 现在我妈妈不在了 我其实很多都没有写到 就会觉得很可惜 老味道你没有给它传承下来 以后就没有这个味道了 你就变成说你要到外面拜师协议 猪肉片在热锅爆香 逼出油脂 再加入妈妈的真传 红糟 时间与调味拿捏 都得靠经验累积 失败不计其数 但为了做出记忆中的味道 再辛苦他都愿意 一段时间会有挫折感 对 那就会去问一些前辈啊 说我到底是在哪一个观点 错误了或什么的 后来朋友就说 你就做你自己就好啦 所以就不要考虑别人了 就考虑自己想要出什么 就出什么这样子 因为坚持成就这道料理 红彤彤的肉片 纸冒白烟 香气浓厚 一点一滴重现 回忆里的客家菜 但有些料理 做法看似简单 食材运用 却令他生透脑筋 熟练的加入调味 用力搅拌 加入客家人常用的紫酥 别看这步骤简单 为了满足色香味 事前花了一番功夫研究 因为紫酥的话 生生是很香 但是它炒出来很丑 那我试来晒干的方式 结果晒干出来炒出来的色漂亮 不会很暗 暗沉这样子的味道 油亮的外皮肉质软嫩弹牙 把客家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 全是这些年努力练就的厨艺 成功收获一批又一批忠实投客 刚开始的时候 我甚至于我的亲戚都会说 来山上开店 鸟不圣诞的地方会有客人吗 他们也不会吝啬的说 你好跟不好不跟我讲 像我的客人常常就说 老板娘你今天的菜 我觉得不满意 我就会问她说怎样不满意 随着事业整整日上 肩上杯子的压力也越来越重 曾一度操劳过度 幸好有女儿在 先生也被她的坚持所感动 一起投入经营 那我是因为炒菜炒多了 对所以这边的筋就慢慢慢慢 也老化了嘛 然后也脆了 然后又过度用它 所以就有裂掉 就断了 老公就看我说 真的不回来不行了 所以他就提早退休 回来帮我 这样我就轻松了 放弃儿子从没出现在他心中 在挫折中找到前进的动力 在生活中挖掘料理新创意 带给客人一波波惊喜 因为爱吃臭豆腐 于是做了小变化 豆腐炸的酥脆 加入自制卤汁和蔬菜 稍作调味 需说香气 成为开胃又温馨的一道小菜 那因为我们在山区有时候 你就要考量到如果冬天的话 客人是不愿意吃这样子的 那我就想说 我们来换换自己的味道 那我就自己炒卤汁 然后新鲜的高丽菜 进去加进去 就吃起来是热的泡菜 还有一道是他记忆中的美味 柠檬粉肠 搭配葱 蒜 姜 柠檬 柠橙 风发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口感 因为我这是很早期出的菜 喜欢我这道菜的 都已经渐渐牙口不好了 所以我就有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稍微烫一下 慢慢把那些这个配料煸干一点 干一点的话 我们待会吃就香味都出来了 然后这本肠那些都有那些 他们的配料的香味 童年记忆再加上创意 提升料理味道和层次 是他回忆妈妈的方式 也成为客人对这间店的印象 吃起来有回到家的感觉 那时候小时候穷啊 只能吃内脏 那妈妈就会想尽办法 光烫粉肠 没什么味道嘛 那妈妈就会买一串 会来用干煎的 在冷冷的山里 来上一碗老萝卜汤 暖胃最适合不过 底头的食材不简单 分别有三个腌制十年以上的萝卜 这个的话就是将近二十五年以上 那这个十五年你看它就是有一点淡 你看它比较老的就很黑 比起其他料理得多花些时间 要经过一个小时的熬煮汤底 再放入肌肉吸收精华 而这就如同她的人生经历 用心付出 耐心等待 才能尝到甘甜滋味 刚开始做没人的时候 我真的有一点灰心 因为毕竟我们才是完全 以前不是做这本业的人 完全不懂的人 刚开始真的很伤脑筋 刚好也没下雨 有热情就不用了 这样子好谢谢 三十年来这间小店 陪伴一家人总过不容易 现在不但门庭弱势 也成为心理寄托 墙上挂满怀旧古物 每一个都充满回忆 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 因为想说公公以前是务农的 那就会想说以后 这些东西木头的东西 一定很快就腐烂 那你不给它保存 以后真的也没有 看客人来很惊讶 说又好别致 又很客家的店面 自己听了就很高兴 因为我们这边的一草荧木 装饰都是前家人一起做的 一家人聚在一块 是他最喜欢的风景 随着年龄增长 体力大不如前 心中依然保持对料理的热忱 最重要是自己兴趣 有兴趣的话 你做什么你都会爱 你就会很用心 一点一滴都会想说 自己亲力亲为的做 因为你如果退休起来 你要做什么 因为你的圈子就是在这里 你退休了你可能就没有那些朋友 一份为家人打拼的心 激发五线潜能 绽放人生美好 未来岁月依然保持这份初衷 料理一道又一道客家回忆 温暖人心 家是成就幸福的力量 稍后再看另一个家的故事 我想让你们是泰国的 真正的泰国的 我不想做台泰的那种感觉 我想让台湾人 知道说泰国菜是那么这样的味道 如果我有一天 我可以站在台湾 我可以住在台湾 我要做他们的第二个家 我想做到 他们感觉像会妈妈家吃饭的一样 香愁是很难解开的思念 许多人会复制家乡味 一解香愁 这位女老板重现泰国东北派 从外带店做起 但总觉得不够 她努力赚钱租下露田广场 营造泰国街边小摊的氛围 希望做泰国人的第二个家 也提供工作给同乡年轻人 喝过美食 全体家的温暖 周五夜晚 水岸广场里涌现不少人潮 即便天气寒冷 也丝毫不减掏课的热情 大伙听着歌曲 嗑着美食 享受下班后的维讯时光 汤味前用泰文虚寒问暖的 是这家泰式料理的老板娘苏柴拉 许多熟客都称她为阿队 凡是她的所到之处 你很难不被这爽朗的笑声给感染 小小厨房里大家忙前忙后的出餐 虽说店面不大 但品项就多达三四十种 尤其这道凉拌青木瓜 就是店内招牌 今天我会用台湾的小辣 给你们吃 放下去 然后辣椒 台湾的辣椒 小辣我们会放差不多半条辣椒 我倒上了会放虾米 放虾米 然后我们放糖 这个是我们的糖 我自己煮的糖 放一个半 独门酱汁加上柠檬汁和鱼露 酸甜带辣的口感 配上清脆爽口的青木瓜 一入口就相当开胃 虽说制作过程简单 但里头要下的功夫也不少 大部分他们台湾人 用青木瓜 他们都是用来 是那个锁的青木瓜嘛 对不对 但是我们青木瓜 有的是锁 有的是青木瓜 两半青木瓜 那对台湾人 他们不太懂 要自己去挑 才知道说什么样用 才好吃 你自己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猪汤 没有注意看它 它要烧掉了 它烧费大了 颜色就变了 就不行了 全部都要倒掉了 从张罗食材到熬煮酱汁 全都亲力亲为 这道泰国东北的经典料理 不仅是阿队对家乡的想念 更让同样来台打拼的泰国人 有回家的感觉 那为什么要有十种 这么多种 我想让你们什么都吃得到 我想让你们感觉像你们在泰国一样 除了基本款凉拌青木瓜 还有加入皮蛋 咸蛋等多种风味 就连这道东北名菜 衣扇火锅 在这里也吃得到 南江 香茅 柠檬叶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定要放的 不可以没有它 和台湾有一点辣辣的那种 一点点辣的那种感觉 要在台湾完美妇科泰国风味 美味辛香料都缺一不可 但食材追求新鲜 从泰国运进台湾成本极高 好在住在台南的公公 懂得种植 解决了最困难的食材问题 满满香料的汤底放入容器内 香气肆意勾人味蕾 而阿队手上的这一只桃锅 可是大有来头 桃锅在台湾找不到 人家说去哪里 去英哥 去哪去哪去哪 我们都去找 我们跑到台南 跑到中立 跑到桃园 哪里有的泰国店 所有的泰国店 我们都跑去 都没有一家有 我是那种个性说 你做泰国 你一定要有泰国的味道 你一定要有泰国的一种感觉 既然台湾买不到 那就直接从泰国运进来 但桃锅是一岁品 透过海运 十个就有九个破 因此每位员工 肩上都有着扛锅的重责大任 所有细节坚持做到最好 阿队的小店就此打响名号 当年之生来到台湾的他 不会中文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因此阿队也很能体会 异乡游子的孤寂 以前我在工厂上班 我来我就哭哭单单 我来我每天都哭 都想回家 但是我跟你说了 我是那种人 是我走了 我去前面了 我不会后退 我是那种人 我说我如果我有一天 我可以站在台湾 我可以住在台湾 我要做他们的第二个家 那今天我就得到了 凭借着骨子里的硬气 当年埋下的梦想种子 渐渐发芽 初来乍到的阿队 从台南化妆品工厂做起 一做就做了将近十年 也意外结识了 相知相惜的另一半 不管我做什么 它都是自己我真的 如果它不OK 我没办法做到这样那么大的 它想做什么就尽量支持 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它有事情做才不会无聊 那因为一开始 我们也是在街边而已 就是不需要太多的支出 就还可以负担这样 在先生支持下 从外带店做起 当年开店时仅有两个品项 除了经典的凉拌青木瓜之外 另一道就是照夫最爱的 凉拌妈妈面 这样 我拌它 切一下糖 我准备来的糖 好 我先放下去 它其实是那种人 不太喜欢是泡菜 它是拽太狗 不知道为了什么 让它喜欢是 两拌妈妈面 我也喜欢吃这个倒菜 两拌妈妈面 靠着两道正宗东北料理 称起阿队的第一间小店 性格爽朗的它 靠着美食与不少泰国人结缘 还成了他们在异乡的 诉苦对象 有很多人会跟我聊天 就是很孤单 很喜欢有人 就是找一个人懂他 然后听他来说他的 伤心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可以做那个人 然后在那时候 我跟我老公说老公 我想找一个店 有位置 就让他们做 然后我就陪着他们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念头 夫妻俩选择开放式的露天广场 在韬客们乘着晚风 享受泰国街边文化的同时 也温暖了每个来台打拼的异乡人 对他们来说 他们来这边 就是想跟我聊天 想看到我 想过来这边看到姐姐 感觉像回家的一样 对啊 然后我想做到 他们感觉像回妈妈家吃饭的一样 回姐姐家吃饭的一样 那种感觉 鲜红干辣椒 在铁锅中翻炒 再加入新鲜柠檬叶 这道酸辣猪肉末 不仅是店内的人气美食 更是东北知名的家乡菜 我先关火 然后我慢慢地给他烧 因为我还享受 刚刚我放柠檬叶 后面再放 我就想给他 柠檬叶慢慢地烧 每个步骤都急不得 该有的工序也不透供减料 即便在台湾开店 也不妥协迎合台湾人的口味 阿队说 既然要做 就要做最正宗的 我也有很多台湾的客人 说我说 你为什么你都不理我们 为什么你都不理台湾人 为什么你一定要做 你泰国的味道 我受不了 我想让你们吃泰国的 真正的泰国的 我不想做台泰的那种感觉 我想让台湾人 吃到说 泰国菜是那么这样的味道 因为我们蛮多也都是泰国的客人来的 大概有五十五十吧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用 就是按照他的口味来做这样子 台湾泰式料理不计其数 其中又分属五大菜系 阿队从小吃的泰国东北菜 在台湾更是少见 如此小众的市场 要如何打动台湾人味蕾 阿队可是有着满满信心 因为我是东北人 然后我发现 大家都用 大家都卖的一样 那我问自己说 那为什么我要用个人家一样 那为什么我要卖个人家一样 我想让大家知道说 我也有我自己的厉害 对手艺的自信 加上坚定不移的信念 阿队的医生料理 不仅抚慰异乡人的心 更帮助不少来台念书的孩子 一开始想说 坐那边坐在家就好了 那到后面越来越多 越来就发现到 有很多泰国小朋友 很多泰国小朋友 他要找工作 为了要来读书 为了要帮家里省钱 然后我想说 好了为了要照顾他们 那我要开另外一家店 为了照顾他们 为了帮他们赚钱 那我感觉好像 现在我做得到了 每位员工都像自己的孩子 能帮的地方 总轻轻全力来做 或许阿队在艺人梦想的同时 没想过能为他人 撑起一把伞 但秉持初心 坚守信念 人生沿途 总能收获美丽风景 只有回不了的过去 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我是李化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